然番剧场!然番啦! 气血宣泄完毕,她的身体重新恢复到了三米多高。 望着已经破碎的石像风起喘着粗气,身体剧烈地起伏,高强度的战斗让她感到疲惫不堪。 但击碎石像之后,她并未吸收到气血,也未获得天赋能力。 心中疑惑的她,当即拨开了碎石,随即在碎石堆中发现了一颗手掌大小的肉球。 肉球表面如猪网般长满了血丝,此时正缓缓地跳动着。 意识到这才是石像领域生物的主体,她当即上前一步,一脚将其踏碎。 要求破碎,一团气血从中浮现,钻入了她的体内。 顿时她感觉到了身体传来了强烈的反馈。 体温开始急速升高,体内更是发生了剧烈的变化。 一条紫色纹路从胸口处浮现,朝周身蔓延。 紫色纹路所到之处如同被火焰灼烧般刺透。 这种感觉持续了数分钟才消退了。 这时方奇诧异地发现,她的体表多了数道紫色纹路,勾勒成了一幅诡异的图案。 血缘状态也在此刻消散了。 恢复了战体形态的她发现,骨骼上也多了紫色纹路印记。 召唤出了属性面板,她发现自己的属性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。 紫魂,突袭,俱立,硬疲,骨脉,迅捷,肛骨,荆棘,再生,尖牙,恶念,血缘,梦魇,韧性。 很强壮的活死人风奇。 真够长的。 实力强度,青铜上节。 精神力强度,弱。 前缀称号,很强壮,身体强度增幅30%,大幅度强化自我恢复能力。 韧性,梦魇,血缘,恶念,尖牙,再生,荆棘,训解,骨脉,硬疲,突袭。 紫魂,不可升级前缀称号,天赋能力介绍,获得紫魂魔纹加持,削弱受到的术法伤害,削弱受到的精神控制和限制的效果,并可冻结能量形态。 具体效果是自身气血强度而定,血统终极人类,血脉进化点,一万分之四百二十三点。 此刻杀死十项之后,他的实力强度已经达到了青铜上节。 如果开启血缘能力的话,他觉得完全可以拥有媲美白银级的战力。 感到兴奋的同时,他忽然听到骨头断裂的声音。 他不由地一头栽倒栽地,伴随着骨头断裂声不断地响起,他全身布满了裂吻。 高强度的战斗,再加上刚才羊头恶魔献剑的血气之力已经超出了你的承受上限,你的骨头支撑不住了呀。 问题不大。 风奇咧嘴笑道,随即他开始操控自己的骨头重组能力,试图将自己碎裂的骨头修复。 但令他感到诧异的是,自己的骨头竟然没法重组了。 都说了超出了你的承受上限了,你的骨头现在没有一丁点能量可以让你使用骨脉的能力,慢慢等着自我修复吧。 听了旁白的解释,他恍然,但想到已经击杀了魔像,他的脸上还是露出了笑容。 就在这时,他忽然看到了三条毛茸茸的尾巴遮挡住了视线。 在他诧异的表情中,三条尾巴开始晃动,三尾的小屁股左扭一下,右扭一下,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嘲讽。 这次啊,是乞脸嘲讽。 听着脑海中旁白的笑声,以及跟前扭动的毛茸茸屁股,他心中无奈至极。 这么记仇的领域生物啊,他还是头一遭遇到的。 本着眼不见心不烦,他闭上了眼睛。 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,三尾竟然用能量拨开了他的眼皮,强迫他接受嘲讽。 这只领域生物有点意思啊,就不杀你,就折磨你,让你领域极致的折磨。 闭嘴吧你。 等待中,他的骨骼开始缓慢修复了,但在他彻底修复之前,小黑先一步道来。 这时,骑在他脑袋上的三尾就像是受到了惊吓,思溜一下子就消失不见了。 望着已经飘到跟前的小黑,风奇颤抖着伸出已经修复得差不多的右臂,竖起了中指。 紧接着,他的视线完全被黑暗笼着。 睁开眼的刹那,风奇当即想要奔向宿舍门口, 也就在此时,黑暗笼从门缝中攀涌而来。 看到这一幕,他顿时意识到自己得到的情报有误。 根本就不是十三分钟, 领域超脱生物应该是在他睡着之后就已经出现了, 甚至是察觉到他睡着就准备出现了。 只是击杀他的时间是在十三分钟之后。 就在他准备展开行动之时,黑暗笼快速聚合成了人形态。 他冰凉刺骨的手不知何时已经触碰在了他的胸口处。 风奇忽然发现自己不能动弹了。 就在他为之惊恐之际, 他发现冰冷刺骨的感觉正在快速消退。 意识到天赋能力子魂起笑了, 他心中狂喜。 诶? 黑暮凝聚的身影发出了惊呼。 紧接着, 他手中形成了一柄锐利的物刺, 猛地刺入了他的胸膛。 风奇也在此刻果断切换至战体形态。 皮表的血肉在黑暮身影诧异的目光中化为了血色气雾。 望着已经化为骨架的风奇, 黑暮表情惊恐, 显然是还没有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。 血缘。 风奇宁笑着开口道, 刹那间体内的气血喷涌而出, 眨眼间他化为了血巨人形态, 伸手抓住了黑雾。 体表的紫色纹路泛起了微光, 领域超脱生物想抽回手, 却发现自己已经无法误化。 望着惊恐不已的领域超脱生物, 风奇意识到了一件事。 这个暗杀者根本就不强。 我也发现了, 原来是虚惊一场, 这个暗杀者的实力, 甚至还没有这次强化前的你来得下。 也不一定, 如果你没有获得天赋能力紫魂, 或许会被他攻到死。 总之, 他杀死失去了所有天赋能力的牺牲线, 确实是绰绰有余。 听了旁白的分析, 风奇咧嘴一笑, 他低头望向眼前的黑影身影, 宁笑道。 小老弟, 掰手腕吗? 望着表情惊恐的领域超脱生物, 风奇眼中杀意涌动。 他伸手掐住了领域超脱者的脖紧, 体表的紫色纹路闪烁间, 冻结了黑雾身影脖颈处的能量, 使其无法再误化。 黑影开始剧烈地挣扎, 风奇右手臂的血管暴体, 缓缓发力。 可就在黑影的脖颈即将被他掐断之际, 他忽然收力了。 他确实很想杀死面前的领域超脱暗杀者, 然后剥夺他的能力, 顺便用梦魇能力读取他的记忆信息。 但这么做, 是要付出代价的。 虽然能一时爽快, 弄不好, 他就会成为众矢之地。 死了这个暗杀者, 还会有其他的暗杀者出现, 往后每一条未来线都会受到影响。 没有了天赋能力, 未来的他随时都有可能被暗中的理杀者杀死。 想要展开后续的计划, 困难程度直线上升, 但有一个办法能让他破局, 甚至是从中获得有用的信息。 想到这里, 他忽然收手了, 随后冷声道, 来自哪个势力? 面对询问, 黑影逐渐凝行, 忍不住弯腰咳嗽, 随后声音沙哑道。 是我们误会了, 我们还以为你是人类, 饶我一命。 我问你是哪只势力的? 风琪继续冷声道, 此时黑影显然以为他也是领域生物, 而这也正是他想要的结果, 并想因此套取情报。 面对询问, 黑影心有顾虑, 但还是开口道。 我们不属于任何势力, 是由诸多弱族的代表族人组成的联盟势力, 专门负责自杀人类新圣代天才等行动。 好, 还有这么个组织? 意识到鱼儿已经上钩了, 他继续好奇道, 我们不像戈塔族那般, 有能力完全渗透进人类社会中, 身为小族的我们, 只能组成联盟, 以这种方式潜入人类社会中。 听到这番话, 风奇明白了一件事, 科技研究院与火珀研究院背后的领域势力, 显然就是面前黑影口中的大族, 想到这里口中浮现了一个疑惑。 领域势力这么想要混入人类社会, 到底是在渴望什么? 就连领域势力中弱小的种族都要联合起来, 企图潜入人类社会中。 除了这个问题之外, 这些弱小的领域势力, 又为何要暗杀人族新生代的天才? 难道是为了遏制人类的发展? 这个问题显然不是小族该考虑的, 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, 他们这些小族的联盟何必去操心这些? 但这些问题他没有问出口, 万一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各领域势力的共识, 他问出口就会将自己刚立起来的领域势力人设给搞崩了, 他觉得在没有了解详细情况之前还是稳重些好, 现实线不同于牺牲线, 走错一步后果十分严重, 甚至可能导致满盘计输。